浴潭國小羅玉陽 上台領取慈笑家庭楷模的 表揚獎狀 父母親都是身杖人士的玉陽 從小就是父母得力的小幫手 積極樂觀 重視生命並幫助同學 更因此獲得教育部 全國慈笑家庭楷模的殊榮 因為我家也是有地樁 那滑滑的地樁 一有水分的話就會滑 它就會 或是脫著腳或是穿著鞋子 讓我管上有阻擋力 就比較不會跌倒 我是拐杖不想弄到他的樓 我都覺得真的也是有痛在心裡 不冷心這樣 爸爸和媽媽他們需要我的幫助 我就會盡全力做到 爸爸跟媽媽 就雖然有點行動不方便 但他還是常常教我 待人處事的道理 同樣獲得教育部 全國慈笑家庭楷模 就讀自強國中的陳信陽 一家人相處就像朋友一樣融洽 有什麼話好好講 不要說用責罵的方式 或者用命令的方式 基本上家庭和諧是滿愉快的這樣 在宋令國小 擔任殉導主任的黃國中 每天下班都回家陪伴家人吃飯 侍奉父母也盡心盡力 是現代為人父親 子女最好的神教與典範 就做自己該做的事情而已 怎麼樣對待父母 怎麼樣對待子女 其實就是本身 自認為自己該做的事 選拔的標準是以家庭為楷模的 選拔的對象 家庭成員表現要符合 這個父母慈子女校的一個精神 希望這種良善溫馨跟和樂的一個氛圍 能夠散播在每個家庭 為了倡導親慈子校的具體行動 和校道思維 並配合教育部 訂五月為慈笑家庭月 新竹縣家庭教育中心 特別辦理慈笑家庭楷模選拔 宣揚家庭有愛 小道永傳